Zither Harp Apple reported lower than expected revenue for the last quarter, including holiday sales. Was Apple, the stock was down almost 10% yesterday. That's the biggest drop in a single day in six years. 手机大厂苹果近来销售不振,股价还一度大跌. 去年9月发表的iPhone XR被视为罪魁祸首。 苹果如今打算使出终极手段。 苹果去年11月 曾让iPhone XR 在日本降价求售 外传苹果这回 将对旧iPhone机型的用户 主动发送邮件 提供旧机换新机的 限时折扣优惠 折抵金额超过6000台币 等于只要1.7万 就能入手iPhone XR 事实上苹果早在去年 新机发售首日 就请出执行长库克拉台人气 但超过2万3000元的售价 让许多国本望而却步 弄不好今年新机销售 恐怕连带受到影响 外传苹果今年9月 将推出了三款新机 其中就包括iPhone 11 科技爆料达人汉莫·史多福 最近秀出一次新机原型的照片 最大特点就是机身背后的 三镜头设计 将改彩水平摆放 至于机身中央 微型麦克风则在中间镜头下方 虽然无法确定曝光照片 就是iPhone最终设计 但网友评价依旧相当分歧 届时如何提振销售 看来苹果又得上脑筋了 三里就回上回到